您以为千变万化的孙悟空是西游记中最厉害的神仙吗? 其实他只能排倒数 第十 哪吒 他的实力在禅教中可以排第一 而他在西游记中是这样的 拥有着风火轮 乾坤圈 火箭枪等宝物 并且还拥有三头六臂等无所不能的力量 也可以说他是天庭武将的排面 只要天庭要出兵 哪吒他就必须要打架 但是在有一次与孙悟空大战时输给了孙悟空 不过他战斗力在天庭中也算是名列前茅的了 因此把哪吒排在第十比较合适 第九 二郎神 他是玉帝的外甥 而我们抛开这个不说就单论武艺来说 他肯定不低于孙悟空 而且二郎神也一样拥有七十二变 再加上他的第三只眼可以发出光 使其可以轻松的破解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甚至他在神仙中是唯一一个拥有着部队 再加上拥有一把神兵名为三天两刃刀 该神兵并不比金箍棒伤害低 并且他还拥有宝雕弹弓和孝天拳武器 因此他的实力也不低 第八 孙悟空 他在西游记中算是最经典的人物了 而他是由先时孕育而生 后又得到了狐狸老祖的教育指导 因此拥有一身的好本领 比如七十二变 金刚不坏之身 金斗云等 此后他去大闹天空 将天庭角得不得安宁 很多人都会认为 孙悟空如此厉害 是他本领高强的缘故 其实看原著 他并没有真正打趴几个妖怪 但是他非常的扛打 能无视刀枪扶紧 雷劈火烧等攻击 并且如来佛祖也只能将他压在五层山下 由此可见 他的实力也是非常长的 第七 镇元大仙 他被称为帝仙之祖 而他作为十大灵根之一的掌控者 虽然十分的低调 但是基本上都知道他是非常厉害的存在 并且他还拥有一棵自己的人参果树 而该树堪比王母手中最顶级的攀桃树 传闻该树九千年才结一次果 只要闻一下就能长生不老 吃一棵就能与天同兽 结果被孙悟空将果树打倒了 后被镇元大仙立马抓了回去 但是面对孙悟空他也没什么办法 并且还把观音菩萨气得满腔怒火 因此就把他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由此可见他的实力也不低 第六 观音菩萨 在西游记中 他拥有的法宝可以说是最多的了 无欲净庭 杨柳枝 都拥有非常强的再生能力 而且不但有制服洪海尔用的莲花宝座 还有收服灵感大王用的花篮等 而在取经途中 观音菩萨帮孙悟空的次数也并不少 所以观音菩萨的法力肯定要高于孙悟空的 并且还救活了镇元子救不活的人生果素 从这儿也可以看出他的法力也高于镇元子 由此可见 观音菩萨排在第六 第五 太乙千尊 虽然在全书中他只出现过一次 但他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 并且在天庭也拥有特别大的权力 再加上他的职务也非同小可 而我们经常在西游记中 看到救苦救难的就是观音菩萨了 但是太乙千尊的权力丝毫不弱于菩萨 并且他还可以将他看中的人直接提拔为神仙 甚至他还能打过九头狮子 至于九头狮子什么实力 大家应该清楚 由此可见 他的实力并不低 第四 菩提老祖 他在西游记中可以说是最神秘的神仙了 其实孙悟空第一个师父并不是唐僧 而是菩提师祖 而能教出猴子成为神仙的人 实力肯定不一般 再加上涛特如来佛祖也是一个辈分的 至于菩提师祖的真实实力怎么样 我们也可以悟空的实力表现 也能略知一二 并且菩提祖师也不只教了孙悟空一个徒弟 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实力也十分的强 第三 如来佛祖 他在西游时期是无出其右的存在 而我们从原著中可以看出 一开始他的排名只是五老之一 但是到后来 他让一个跟头可以飞十万八千里的孙悟空 怎么也飞不出他的手掌心 并且还将孙悟空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 因此才变成了真正的佛祖 而且他还将孙悟空收纳到了起经的队伍中 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 他的面子也非常的大 后来孙悟空遇到了不能解决的事情 只能找如来才能解决 由此可见 他的实力也不低 第二 太上老君 他的实力在西游世界可以说是天花板的存在 虽然如来佛祖在西游世界几乎没有对手 但是唯一吃过的亏就是对付四大王的金刚佐时 开始他也没有一点办法 后来只能找老君去买通他 而金刚佐只是他的其中的一件法器 此后他的两个童子带着他的法器 把悟空折腾得一点脾气都没有 并且他的坐骑四大王更是凭借金刚佐 人党收人 佛党收佛 由此可见 太上老君的实力也非常强 第一 玉皇大帝 肯定会有很多人疑惑他为什么排在第一 其实我们都被电视剧造成了错误的印象 就是觉得他只会躲在桌子底下 大叫快请佛祖来 但是在援助中并不是这样的 相反在援助中 还每次都体现了他在天界中的地位 而他请佛祖来的原因 是有其他的神仙不服玉皇大帝 但是在后来 他想叫哪个神仙就叫哪个神仙 而他能从无一人服从 到所有人都服从 由此可见 玉皇大帝排在第一 实至名归 你以为威劲八方的金箍棒 是西武器中最厉害的兵器吗 其实他只能排倒数 第十 火尖枪 它是哪吒所使用的兵器 全名为紫燕蛇毛火尖枪 其枪头跟火焰一样 并且枪尖还能喷火 而他还有两杆 蛇毛枪刃是他的另一头 还能够将其合二为一 因为他其中还有很多东西都运层着 而且威力也不下轩辕剑 再加上他是极其含有的仙佳神器 他以真人授予哪吒的第三件宝物 哪吒用此枪在各种大战中称雄战场 立下赫赫战功 第九 混铁棍 它是牛魔王所使用的兵器 一般在影视中 这类炖兵器的人 力量都是非常大的 因此牛魔王的力量也不低 并且还一点都不输于孙悟空 所以一般的兵刃 根本扛不住他的折腾 此外孙悟空在龙宫里 试过非常多的兵器 都嫌太轻 根本不趁手 后来找到了定海神针 才使他趁心如意 而牛魔王与孙悟空单挑时 他把混铁棍一顶 就牢牢挡住了孙悟空的金箍棒 并且孙悟空还拿牛魔王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我们从孙悟空的反应来看 混铁棍这件兵器是非常厉害的 第八 降妖宝杖 它是沙僧所使用的武器 而该武器是由鲁班的梭罗仙木 经过了七七四十九天的千锤百炼 才将其研究而成的 而该武器是沙僧官拜卷连大将军时 因为护驾有功劳 所以玉帝便亲赐给他 并且他的大小变化全看心意 还能随身携带 因此就成为降妖除魔的神兵利器 在途经女儿国时 他手持降妖宝杖 刚出手就将如意针仙的左臂打断 而他可是牛魔王的弟弟 连孙悟空都不敢惹的人物 没成想沙僧只用一招 就直接解决了战斗 可见这兵器的实力是很强的 第七 金箍棒 它本来是上古大帝借来治水用的 就是在水患时 可以用来测量水位的深浅 而且他还能伸能缩 如意变换 再后来水患除掉了 就一直放于东海之中 其用意就是用来镇压四方邪气 所以才会把它换作 而且该武器与孙悟空最为契合 只是与八戒的九尺钉塔相比略逊一筹 因为一个是神兵铁 另一个是神针铁 还有一个原因是 太上老君和诸神之力锻造完成 一个是未经锤炼 但是在宝唐僧取经的路上 多次与各种妖魔对战 实战能力还不断飙升 由此可见 该武器实力也是非常强的 第六 三尖两刃刀 它是二郎神所使用的兵器 还被称为二郎刀 而该兵器刀柄高度达到使用者的胸口 刀部从胸口到头顶 稍高于头顶 并且该兵器 它把刀和叉结合在了一起 前端有三叉刀形 刀身两面还有刃 而三叉刀既可作锁 还能当铲来使用 又由于构成窍门十分独特 使其还能随心变化 随之威力巨大无比 当二郎神施展法天向帝时 三尖刀也随之变化巨大 并且二郎神还靠着三尖两刃刀 收服眉山六怪 勤拿齐天大圣 可以看出该武器 伤害也是非常高的 第五 方天化戟 他是在孙悟空大闹东海龙宫时 东海龙宫便拿出一个 重达7200斤的方天化戟 而孙悟空便接过该兵器 但是他拿在手里 比划了几下 觉得分量太轻了 根本用不上进 而师徒四人在路过石头岭时 金翅大鹏所使用的兵器 就是方天戟 就是不知道金翅大鹏的方天戟 是不是从东海龙王那里偷来的 虽然孙悟空看不上该兵器 但是在他手中却显得十分强 由此可见 该武器也是十分的强的 第四 导药杵 他是老君使用金箍棒剩余的材料而制成的 后来就给月宫的玉兔用来导药 由此就成为了玉兔的武器 而在西游记中记载 孙悟空在天庭当关的时候就闯过月宫 而玉兔就拿着导药杵与悟空对战 并且还能对战几十回合 而玉兔他的真实实力和悟空简直是天壤之别 由此可见 可以看出导药杵的威力也是非常的强 第三 七星剑 他是太上老君五剑宝物中的一剑 并且只有七星剑是兵器 而另外四剑都是法宝 在金角鹰角与孙悟空对战时 他使用七星剑与孙悟空大战三十回合之内 都是打的你来我往 根本分不出胜负 并且太上老君打造的兵器数不胜数 但是七星剑却是为他自己所用 而他的地位一夜之秋 既然太上老君能把该兵器放在身边来用 就足以说明这件兵器的威力 第二 九尺钉耙 他是猪八戒的兵器 在西游记中该兵器的气氛非常重 不只是这样 而且九尺钉耙的重量也是非常小可的 再加上他的来历也十分复杂 其由太上老君亲自用神兵铁 又借了普化天尊之力才制造出来的 而他的重量达到5048斤 虽然该武器看起来一点威力都没有 但是其杀伤力十分的高 就是该兵器在猪八戒手上 没有很强大的杀伤力 因为他的法力并不是很高 第一 金刚镯 他又被称为金刚圈 而他是坑钢盘面 还被太上老君运用环丹法术链腾 还养旧一身灵器 善于能变化 并且这个金刚镯也比较特殊 你可以说他是一件法宝 也可以说他是一件兵器 说他是法宝 是因为他可以套万物 说他是兵器 是因为他可以对万物产生攻击 就是在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 老君使用他把孙悟空打了个跟头 由此可见 金刚镯排在第一 实至名归 你以为出神入化的逍遥猴 是逍十一郎中最厉害的高手吗 其实他只能排第三 第十 杨开泰 他是逍十一郎中的真君子 而他是个非常刚正的人 并且他的父亲还是逍遥猴 而非常可惜的是 他并没有学会他父亲的神功 但是杨开泰 他整个人武功还是挺好的 还由于他对风四娘非常的痴迷 因此使他在剧中都显得非常烦 但他的实力还算是挺不错的 第九 灵鹫 他是萧十一郎中的人物 其外表英质深沉 但他实际是个温柔多情的人 而他本来是萧遥猴的手下 但是后来因萧遥猴的设计 于是就投靠了廉家宝 并且还因为一些原因爱上了成井 甚至还知道他非常喜欢萧十一郎 但是灵鹫还是愿意娶他 而在雪鹰强暴成井后 还无法对亲弟弟下手 因此还使其失去成井 但是最后为了保护成井 而被成币所杀 由此可见 他是非常痴情的人 第八 小公子 他是萧遥猴的徒弟 从小被师父养大 而他不仅仅是个非常阴狠毒辣的人 其身手也是非常不凡的 并且他在前妻的时候 就已经是非常厉害的存在 还一身都是暗器 甚至开局时 还对沈碧君造成了很大的干扰 但是在萧十一郎救下沈碧君后 就吊打小公子了 而且小公子也对萧十一郎有点倾心 可惜的是 后面小公子死在了连城壁的嘴中 由此可见 他也是非常厉害的 第七 红鹰 他与绿柳是双人组合 并且在原著中 他俩的实力也极强 但非常可惜的是 他们被困在了玩偶山庄 而且在影视剧中 红鹰与绿柳成为了连城壁家中的两个保镖 并且他们两个都十分擅长用不 虽然他们在影片中出手的次数并不多 但是我觉得绿柳还是要比红鹰稍微更强一点 第六 雪鹰 他是萧十一郎中的配角 还是萧遥猴的手下 并且他是十分阴险的人 在萧十一郎与萧妖猴对战的时候 他竟被萧妖猴推出去为他挡刀 但出乎意料的是 灵鹿挡在了雪鹰面前 并且出现更不可思议的一幕 那就是一项心狠手辣的雪鹰 竟马上把灵鹿推开 还用自己的身体把灵鹿护住 由此可见 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第五 萧沛 他是萧十一郎的父亲 由于他在当时被萧妖猴追杀 还使他妻离自散 后又潜伏在廉家宝中 虽然得知萧十一郎是自己的儿子 但是却不敢去相认 而是选择默默保护他 并且还数次救萧十一郎于危难之中 但在最后父子俩相认 而且还帮助了萧十一郎拔出割路刀 由此可见 他是个非常有爱的人 第四 玉柳 他是萧十一郎中的人物 并且他的武功也非常强 而且制毒解毒功夫天下无双 甚至还给萧十一郎和连城壁等人解过毒 尤其是他俩石沉道剧毒 此外 寻定男反连城壁 为了把男女主拆散 于是就给女主的奶奶下了石沉道的剧毒 而中毒的效果 就是每天的半夜三更失去神志 还会变成为杀人狂 由此可见 他们是非常厉害的存在 第三 萧摇侯 他在萧十一郎中是极其厉害的高手 甚至他的武功已经完全不限于武侠了 而是带点修仙派武功的意思 因为他整个人可以变成流动的业体 如果想学会该武功 就必须要断手断脚 并且在此之前 他就已经是非常厉害的存在 而在大家把他击倒后 他在萧十一郎中是非常厉害的高手 虽然他是一个江湖上的大道 但他是狭义为怀的人 并且一生也没做过什么坏事 而他所学的武功非常杂 可以说是野路子 但是他在得到割路刀后 他就开始一直使用该刀了 而且到了后期的萧十一郎 还可以凭借着割路刀改武器 能与萧摇侯正面硬刚了 说明他的刀法已经达到了一流的水平 由此可见 将其排在第一十至名归 你以为大名鼎鼎的降龙十八掌 是金庸武侠中最厉害的武功吗 其实他只能排倒数 第十 小吴相公 该武功出自于逍遥派 他是道家之学 其讲究清静无为 全游太虚 还比较像佛家功夫中的无色无相之学 虽然名字相同 但是实质大义 如果将他修炼到最高境界后 还能对天下各大门派的武功一并兼容 并且大伦名王纠摩志 还以小无相功为根基 驱使了少林派的七十二绝技成功 因此还成为了天龙八目最顶级的功法之一 第九 独孤九剑 在金庸武侠中 剑法是各路大侠都非常喜欢的武功 用武侠作品里面的剑法 就不得不说一下别具一格的独孤九剑 因为他的战术思想领先于其他剑法 而别的剑法都是追求招式的完美 但是独孤九剑却是脱离招式的束缚 从而达到攻敌破绽 一招制敌 而令狐冲剑的威力 完全比不上风轻扬 更不用说独孤求败了 并且令狐冲只能练成独孤八剑 而且还没有练成破气式 至于独孤九剑的破气式有多厉害 谁也不得而知 第八 乾坤大挪移 它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武功绝学 而学会该武功 不仅可以使内力不断增加 还可以让身体得到提升和强化 既主要用于进身战斗和攻击敌人 又由于内力不断增加 所以给敌人造成的伤害非常大 并且还可以用来躲避敌人的攻击 而该武功不仅能够复制对手的武功 还可以转移对手的近立方向 甚至还可以把对手武功转移过来 第七 降龙十八掌 在乔峰的BGM中 谁可以扛住他的降龙十八掌 除非你能将他的音响关掉 而且降龙十八掌是一门比较阳刚的掌法 一往无前 气势如龙 甚至你根本想不到 一个威武霸气的武功 居然出自盖帮 而该武功在盖帮会有很多弊端 因为他们收弟子的要求 就是是个人就可以 并且只追求数量 而不顾及质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盖帮的高手几乎没有 并且大部分都是小罗罗 因此盖帮帮主 就一代目如一代 甚至到了郭靖直接使唇了 第六 六脉神剑 该武功是大理段式的最高武学 是由大理开国皇帝段思平所创 而六脉神剑 指的是指尖的内力隔空激发出去 并且还以非常高的速度 在空中运动的一门武学 其坐架非常简单 功效得住 还均为名列前茅 但是该武功非常难练 要求也非常高 因此很多人都练不成 还有人说他是鸡肋 而这是无法反驳的 因为练成的人太少了 但是达到指尖的境界 一所能及的地方 犹如一柄无形的剑 第五 葵花宝典 将该武功练成完整版的没有一个人 而该武功主要以快为主 使对手看不出一点破绽 然后让对手也没有还击的机会 如果被对手看出招式中的破绽 对方也基本上没有反击的机会 还由于葵花宝典被红叶大师烧掉了 甚至日月神教中的残本 也被任我心毁掉了 因此葵花宝典也就失传了 而东方不败 却凭借葵花宝典天下无疑 第四 九阴真兵 分为上下两卷 上卷为内功基础 下卷为武功招式 并且该武功在小说中 是非常有名的武学秘笛 而且非常少见的 就是九阴真兵 它既有内力 也有招式 还能疗伤 最主要的就是不容易走火入魔 简直可以说是完美的存在 并且九阴真兵还贯穿射雕三部曲 因此该武功秘笛还引得江湖人争夺 第三 九阳神功 它是金庸武学秘笛的天花板 还是金庸武功体系中 智阳智刚的武功 甚至还克制玄冥险掌 而在张无忌的所有武功中 他使用次数最多的就是九阳神功 并且该武功在一天屠龙记中 也是最强武功 在非后期放水周芷若 要不然完全克制速成版九阴真兵的周芷若 第二 月女剑 虽然月女剑这部小说体材比较短 但是读起来却颇有味道 特别是女主角阿京那段高深莫测的月女剑法 更是让无数金庸武侠迷们拍手成绝 竟可以做到一个人打两个千人队的剑事 而且还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 甚至在场所有人都没有谁看清他的招式 虽然他与其他高手对比的时候 可以比内力 比招式 可是阿清没有明确内力 也没有具体招式 但是他就是手里拿着一顶剑 然后一出手就直接打赢了两个千人队 由此可见 阿清跟武功高手们 已经不是一个体系范畴了 第一 泰玄晶 该武功在军云武侠小说中 是绝顶武学之一 还算是个另类的武学 而主角石破天 在误打误撞的情况下 参透了侠客岛上的武功秘诀 泰玄晶朴朴后 还成为一位镇骨朔金 和难以企及的武学大宗师 并且在武功全部练成后 可达到右手续之空剑 虽然手中无剑 但是剑招却源源不断的出 而且石破天实力也愈强愈强 甚至敌人攻击越强 反击力越强 由此可见 将其排在第一 实至名归 你以为老奸巨华的成坤 是金勇武侠中最阴险狡诈的人吗 其实他只能排倒数 第十 权冠青 他的外号为石方秀才 还是天龙八部中的 丐帮大智分舵舵主 由于他的武功和资历都非常有限 因此就凭借小聪明 让自己成为阴险狡诈的人 并且他还煽动大家来反对乔峰 因为他想在赶走乔峰之后自己上位 但是他的武功非常低 于是就搞出了一个傀儡帮主 刘坦之 此人非常突出的一个点就是奸 甚至一点本事都没有 还一心要当老大 而到最后他奸计被识破 因此也就被丐帮长老清理门户 并且还被一棍子打死了 第九 贝海石 他并不是第一反派人物 而是常乐帮实质掌权者 并且他为人还十分阴险 明明知道侠客岛赴约之日 马上就要到来 但是他害怕被请到侠客岛喝辣巴州 于是就找了一个小子 石中玉作为帮主 但只是表面上对帮主恭敬有加 实际上帮主就是他的傀儡 由此可见 他还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 并且他还喜欢算计人 但他没有像岳不群那样 为了权力而苦心积虑 甚至无所不用其极 第八 红安通 他是陆顶纪中的大反派人物 还是个十恶不赦 阴险狡诈的邪教教主 其武功十分强 但相貌非常丑陋 而他在偏远的神龙岛上 还集结了一批江湖恶棍和亡命之徒 来为自己去卖命 并且还强迫年轻女子 来当自己的夫人 甚至为了得到42章经 去勾结沙俄势力 还妄想一辅天下 但是到了最后 他的教徒背叛了他 使他完全陷于崩溃的状态 再加上红夫人又跟韦小宝而去了 因此他彻底倒下去了 并且还被自己的手下 杀死在神龙岛上 由此可见 他是一个非常阴险狡诈的人 第七 丁春秋 其实这个人坏得光明正大 也坏得因很毒辣 甚至每个人都知道他非常恶毒 并且还没有人敢去惹他 而他在早年 就干出欺师灭祖的事情 还经常滥杀无辜 如果他真的很起来 就连自己的弟子也一样杀 而且在打不过对手的时候就直接跑 随后又偷偷回去暗算他 但是最后被囚禁在少林寺 第六 陈坤 他为人十分阴险狡诈 善用狠毒计谋 不管是少林高僧 还是各派的高手 基本上都被他玩弄于手掌之中 并且他还是谢迅的师父 而在谢迅的心中 就像父亲一样敬重他 但是却被陈坤害得家破人亡 其主要的目的是借他的手 让明教成为众矢之地 又让他发疯滥杀无辜 此后他还躲进少林寺 拜空剑为师 但是最后还是被谢迅废掉了武功 并且还被戳瞎了双眼 第五 慕容伯 他是天龙八部中的人物 还是慕容父之父 其武功造诣深不可测 但是他的名声特别差 并且他为了光复大烟 并散播谣言说 萧远山要去偷武功秘籍 随后少林的高僧 就把中原群雄召集起来 直接杀到燕门关 最后还让萧远山失去了妻子 乔峰失去了母亲 随后还装死来躲避麻烦 但是最后还是被扫地僧收服 并且还在少林寺出家 第四 左冷禅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真小人 而他作为嵩山派掌门人 其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不仅能够团结嵩山有生力量 还把嵩山派打造得蒸蒸日上 因此他的野心也开始膨胀 所以就不甘心统领一个派 于是就想将五个派合在一起 但是最后却功亏一篑 想了一辈子的事情 最后却被岳部群夺取了 并且还死于令狐冲的剑下 由此可见是个非常阴险的人 第三 东方不败 他是日月神教的教主 其武功在武林还是公认第一的 而东方不败的阴险狡诈更是一流的 竟在任我行练功走火入魔时发动叛乱 并且还将任我行囚禁于地牢之中 而修炼了葵花宝典的东方不败 和以前任我行认识的东方不败 完全变了一个人 甚至与东方不败有过命交情的同百雄 都被东方不败在举手之间杀掉了 最后死于任我行令狐冲等人的围攻之下 第二 任我行 他是笑傲江湖中的日月神教教主 其武功深不可测 并且还是江湖上丁丁有名的人物 而且他非常残忍 杀人眼睛都不眨一下 还在令狐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用内力将其阵晕 让他帮自己坐牢 后又利用悉心大法逼迫令狐冲加入日月教 但是令狐冲坚定自己的信念并没有加入 从以上手段可以看出 他是一个非常心狠手辣的人 第一 月步群 他是笑傲江湖中的人物 还是华山派的掌门 而且他还被称为君子剑 但其实他是个伪君子 如果论完阴谋脚诈的水平 那他绝对是王者级别的人物 因为他可以硬生生的把一代萧雄左冷禅 玩弄于手掌之中 而他本来算不上底线 但是他有野心 并且还善于伪装 心机也十分的深 甚至连同床共枕的妻子都觉得他是个君子 而且他还靠着心机得到了辟邪剑谱 因此练成了绝顶武功 由此可见将其排在第一十最名归 你以为举世无双的杨过 是射雕三部曲中最厉害的高手吗 其实他只能排第四 第十 伊登大师 他是天下舞爵之一 而且武功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虽然他是舞爵之一 但实际上他出手的次数并不多 而在射雕时期王重阳死后 周伯通在炼成九阴这个时间前 他极有可能是天下第一的高手 甚至在周伯通炼成九阴 也未必比伊登厉害 而他总共出手有四次 一次试探郭靖功力 第二次给黄荣治病 第三次是郭靖为了假扮伊登 化解因姑的恩怨 怕伊登不愿意 于是就突袭伊登 而伊登立马反击 第四次就是华山论剑 他直接把要跳崖自尽的 球前刃拉了回来 第九 周伯通 他是王重阳的师弟 虽然他的性格非常顽劣 但是他的武学天资十分的高 并且在他精通全真派武功后 他便自己研究出了72路空明拳 还能够自己去开创武功 这完全可以说明他的武学境界 甚至丝毫不低于四角 再到后来 周伯通又学会了前半部分的九阴真经 而此时他的武功已经可以跟四角持平 由此可以看出 他的实力还是挺强的 第八 金轮法王 他的武功显然有一道分水岭 那就是16年前和16年后 而在16年前的金轮法王 还是被李莫愁一只手抱着戏耍 但是在16年后 他将龙象班若弓突破到了第十层 还使其成为了一代宗师 并且在襄阳之战中 武功大成的杨过与金轮对战时 一开始也被金轮法王强大的内力吓到了 并且手中的长剑还被金轮给砸断了 第七 郭湘 他是一个非常容易被轻视的人物 因为在射雕三部曲中 并没有把他的武功描写得非常清晰 但是他作为郭靖黄荣的女儿 峨眉派的创始人 而且他还拥有北侠郭靖 东邪黄药师和九阳真经部分的武功 因此他的武功并不会特别差 再到后来 他为了寻找杨过 于是就在江湖上奔走了 而使他真正成熟的 应该是在襄阳城破 郭靖黄荣殉城之后 他就成为了为数不多拥有九阴九阳的人物了 第六 王重阳 他的武学修为是毫无疑问的 并且他所创立的全真派也是名阳天下的 而且他还是那种自带武学宗师的风范高手 甚至还让其他的四爵输得心服口服 再到后来迎下画山论剑时 王重阳的处境就更加危险了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有九阴真经 而九阴真经是武林极其珍贵的宝物 所以有非常多的人盯着这本书 但非常可惜的是 他死得太早了 并且还没练成九阴真经 第五 林昭英 他是古墓派的创始人 而他所学的武功是正宗的道家武学 并且从原著中的旁白可以看出 林昭英的武功比东邪西都 南地北盖都要高的 而林昭英创出的各种武功 几乎都是克制全真教武功的 但是王重阳却不能破解林昭英的古墓派武学 甚至王重阳只能在九阴真经中 才能找到破解方法 而古墓派武功也有缺点 那就是灵动飘逸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他的武学还是挺高的 第四 杨过 他被称为神雕大侠 在前期时 杨过几乎什么武功都会练 而且天下绝顶的武功 也都有粗略的学过 但在中期时 他练成了玄铁重剑和惊涛骇浪的内功 并且还形成了自己的武学风格 后在重阳宫大战时 他使用玄铁重剑击败了蒙古三杰 还把金轮法王的四个轮子砸掉了 但是在重剑练成后 杨过开始变得精益求精了 于是放下重剑开始苦练木剑 甚至还能用木剑抗击海浪 再到后面杨过开创出了黯然销魂掌 还使其成为了一代宗师 第三 张无忌 他在少年时就成为了名教的教主 虽然张无忌的童年是非常惨的 还经常受玄冥神掌的寒毒所蹂躏 甚至一直到了他会九阳真经 才化解了玄冥神掌的寒毒 幸运的是 他在此后变得非常顺利 并且他的武学之路也开始顺势而为了 再加上九阳神功 使他的内力日增月异的增加 并且他的乾坤大挪仪还让他一通百通 而且还可以将所有的武功变成他自己的来用 第二 郭靖 他的性格是十分的憨厚 再加上他还非常的努力 使其成为大器晚成的人物 而北盖的红七公 才将降龙十八掌练到了至刚至阳的境界 但是他更加进了一步 还融合了至柔和至刚 使其可以阴阳调节阴阳融合 并且达到贯通为一的境界 而抗龙有毁的这一掌法 其中暗藏着十三道后进 甚至一道比一道强 而且红七公也做不到这种境界 再加上他所在的环境因素 让他的实战经验更加的丰富了 甚至从射雕英雄传到射雕侠里 一直都很少有对手 第一 张三丰 他是道教创始人之一 而像他这种人 基本上可以说已经脱离了武功配置的限制了 所以他使用的所有武功威力都十分的强 并且石火龙手中的降龙十八掌 都不能跟张三丰随手拍出的一掌来对比 在贺族道单挑少林时 他把一群高僧打得目瞪口呆 而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张三丰 仅使用一套粗浅的罗汉长拳就打败了贺族道 由此可见张三丰排在第一 实至名归 你以为雄才大略的契机光是明朝最强的人吗 其实他只能排倒数 第十最强太医刘文泰 在古代太医这个职位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这关于皇帝的健康问题 并且还随时都有可能惹获上身 但明朝就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太医 竟连续两次用错药 并且还医死了两位皇帝 而且他还能大师化小 并且最后还得以善终 至于他能当上太医并不是他的技术高超 其主要就是当时的特殊政策 由此可见他是非常厉害的 第九最强特务 陆炳 他从小就随母亲入宫进 也算得上是明世宗诸厚聪的霸小 在宫内失火时 陆炳直接冲入大火中 把嘉靖皇帝救出了 从此就逐渐成为朝野中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不久后被提成为锦衣卫都指挥同志 因此还成为了锦衣卫一哥 尽管就是锦衣卫老大的身份和权力 都足以让朝野上下闻风丧胆 并且他还做到了满朝闻武尽在掌握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甚至在大明朝中都没有一个人 第八最强宫女杨金英 我国古代每一个皇帝都有魂牵梦绕的想法 就算是千古一帝 汉武帝和秦始皇都一样 而这个想法就是长生不老 但是明嘉靖皇帝 不知道从哪里听过来 没有经历过人世的宫女月经可以长生不老 于是他就召集大批十几岁左右的宫女 不让他们吃东西 饿的时候只能吃桑叶 渴了就喝露水 由此杨金英和多名宫女都忍受不了了 于是杨金英就带着十几名宫女 拿着绳子想把皇帝勒死 但是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而敢杀皇帝的也就仅此一人 第七最强名将汽济光 他是明朝的名将 还是杰出的军事家 诗人民族英雄 而他在浙江沿海九战九节中 父亲斩杀了1400多个倭寇 还把4000余名的倭寇溺死 这也使浙江的倭寇基本上都解除了 而他还与其他的将领一起努力 又让抗窝战争次次都取得了胜利 并且他在抗击倭寇十多年里 不仅确保了沿海的居民的安全 还赢得了万事之名 第八最强太监郑和 他被称为三宝太监 而在古代 一般太监名声都非常不好 但是他的事迹不仅在中国史书记载 在海外也存在许多证据 因为他不甘心只当一个太监 于是就不断地让自己变强大 并且郑和下西洋 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 船只和海员最多 也是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 是在15世纪末 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 是世界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 由此可见 他也是非常厉害的 第五最强和尚姚广孝 他年轻的时候就出家为僧 其法名为道眼 还精通佛学 儒学 道学医术 其谋略最为精通 而他本是佛门清静之人 也不修参禅清静法 还以白帽助王荣灯坐上宾客 而他不仅为燕王谋划天下 还是静难之意的主要策划者 并且在他病逝后 皇帝亲自撰写神道碑名 还以文臣身份入名祖庙 而他是明代的第一个人 也是唯一的一个 第四最强首辅张居正 他是明代非常杰出的一位政治家 还是最优秀的内阁首辅 入名的改革家 而他一生做过非常多的事 还可以说他一生只做过一件事 那就是创造万利中心 并且为明朝延续了数十年的国作 而对明末来说 他不管怎样 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甚至还可以说 他是核心的灵魂人物 而他身居高位 富贵对他来说 就是九牛一毛的事 但是他没有泯灭自己的良知 甚至时刻不忘自己 以天下为己任的初衷 而能做到这样的绝无仅有 第三最强藩王朱棣 他是明朝的第三位皇帝 还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 在1389年 他就被封为燕王 但是他的哥哥朱镖被立为皇太子 而在朱镖世事后 皇位的继承问题 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因为朱棣认为 自己应该继承皇位 但是他的侄子建文帝 也说他是合法的继承人 于是他就以八百士族起兵 以静难之名搅动天下 最终成就地位 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帝君 第二最强太子朱镖 他是朱元璋的敌长子 从小殊都儒家经典 而他的性格仁慈宽厚 对弟弟们也十分有爱 并且在弟弟犯错的时候 他都会去请求 让他们免受惩罚 而且年纪轻轻的他 就已经文武双全了 甚至还可以帮父亲提出治国方法 并且非常多的大臣也十分看好他 而他不管是辅佐文武班底配置 还是个人能力 都可以说是史上最强的太子 第一最强皇帝朱元璋 开局一个晚江山全靠打 白手起家成为帝王 而他可以说是历史上 起点最低的皇帝 从乞丐一路杀上皇帝的宝座 并且还是古代皇帝的楷模 甚至清朝康熙皇帝 认为他的成就 完全可以吊打唐宗宋祖 而这样一位起点极低的传奇帝王 还能从群雄中脱颖而出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由此可见将其排在第一 实至名归